至于跌得多的蓝售股,就有中国铝业调低了铝价 中铝董事会秘书证实,铝氧化铝的现货价由$3,500人民币一吨,调低到$3,200人民币 减幅有8.6% 中国铝业今年6月,将铝氧化铝价钱调低16.7% 连这次前后减价2.5% 登银维持股受评级,目标价比$8 登银预期,中期的业绩会令人失望 他们又说市场对全年的预测仍然是太过乐观 我们看看中国铝业股价的走势如何 看到中国铝业是今天成为了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最低跌至$7.56 不过美市跌幅收窄回 收市报$7.73跌3% 成交有$4.054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回来会谈谈高盛如何看国企股 稍后见